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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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写詩的習慣 我經常是在睡覺的時候 在旁邊擺一張紙跟一支筆 那我想到什麼時候的時候 我就起來寫 那如果我不寫的時候 我等到睡醒了 真的 那句子就跑掉了 那有一陣子我出門的時候 我今晚出門 皮包裡面就有一支筆 那坐車的時候 還是忽然想到什麼的時候 就把它寄下來 一句是 你如果再斟酌一下 可能就會變成一首詩 這個是滿重要的 其實我也知道很多詩人 也有這個習慣 就是說 鋸子來的時候 就把它抓住 不要照樣留住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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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